好的鲜鱼各位观众朋友的确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鼠 每到这个十节呢小鼠到大鼠的这个时间点呢天气只会越来越热 所以明天真的全台外头的温度还会持续飙高 本周我们就不停告诉大家了最热的两天就是今明两天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底明天会多热 看看今天的高温就知道了 你可以看到今天全台已经红成了一个红番薯的样子了 全台最高温在哪里呢出现了暗红色的区块就是在北台湾 台北市的摄林区继续标出了全台最高温38.1度的高温 但是留意到了就是北台湾标破38度高温的县市再加一 基隆也站上了38度的高温 另外全台各县市呢也是高温炎热通通来到了35.36度以上 提醒您明天还是这么可怕的温度降局针对了全台16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灯号 您可以看到呢发布到红色灯号就是要提醒您特别留意的 台北市的观众朋友明天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安排户外活动呢真的要特别小心 这样温度看起来是会持续多日飙迫到38度以上将近40度的机会 体感温度来说加上湿度的这个因素呢 你的体感温度绝对已经飙迫40度了 非常炎热一定要小心喔 除了高温之外呢紫外线也是全台偏强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的是呢来到了紫色的危险等级的紫外线等级呢 线市越来越多了提醒大家 这样的紫外线强度呢就是中午这段时间 大约你在外头晒个15分钟到20分钟你的皮肤就会受伤 所以提醒大家中午假期如果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呢 防中暑小包包里头四样东西一定要记得带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水了 你一定要带在身上再来阳散 还有可以的话带着扇子或者是呢 一个小的电风扇在身边会是比较好一点点 防晒乳可以带的话呢也带在身上 因为外头这样的温度呢你不好好保护你的皮肤眼睛 或者是呢这个多多喝水补充水分的话 真的非常容易造成热伤害的 那这么热的天气大家会说真的热得快要受不了了 什么时候温度稍稍的下滑 告诉你周日的下半天开始渴望温度会稍微的往下掉一点点 但是感受上可能不太明显 下周会比较明显 为什么注意了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啊 从周五开始周六到周日注意了太平洋高压呢 逐渐的北宜冬退开始稍微的减弱 这也让呢南方的水气有机可乘 所以台湾的水气呢会稍微的增多 这会导致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区域会比较广 当然也会比较旺盛一点点 透过动态的图对大家看得更清楚哦 你可以看到明天周六还是呢 新南风的环境水气少 但是高压冬退 台湾环境场水气开始增多 风场也转变了 从偏南风 周日的偏南风到下周会转吹 东南风这会导致呢 午后热对流发展更加旺盛 甚至游往西半部地区平地扩展的机会 所以从周日开始到下周的时间 午后的大雷雨 又是大家要注意的重点了 但是这是周日过后的事情了 明天水气还是少 地段降水预测图 等你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 今天晚上基本上全台 不太会有降雨状况 但是来到明天 山区的午后热对流 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周末展开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请见明天各地的温度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34到37度 中部地区还是热白天高温34到35度 南台湾的观众朋友明天外出 记得做好防晒工作 东南部地区依旧是被封测要留意焚风 旅澳地区的观众朋友白天高温31到32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迹象 北部地区请崇aż